继续来关心 庄法官有123万人靠 每天的自来水需求 要40吨以上 不过率因为原来没水口 加上过去水公司 要来弄借弄的方向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水公司就像南岛的 浇水潭地面水 依靠庄法 目前也当在第1参 第1主要的公参 这是这项工程 它在团出不说的意外 难免引起民众的讨论和关注 这是近年初 在团队去公路 发生的自来水百庄的卫民 上星期在参加的中山路顶头 也还发生一次 虽然以外看起来很恐怖 合格材都没人受伤 自来水公司表示 这是西港团队 在做水公的压力测试 而且测试的京都 会比正式开用的关心座 这个对乡亲更不好意思 两次破口 是为了做工程 这个品质的控制 做一个压力测试 做一个气氧 我们一堂一堂去做气氧 所以品质有控制 现在取材后 有一个压力的弱点后 我们会改善 对乡亲的交通 还是安全遗力的影响 对乡亲更不好意思 就因为中华馆没水口 北中华会吃台中 苗栗来的水口水 南中华 多数都是吃地下水 为了稳定用水 自来水公司 会为交水谈 因水来中华 不然第一阂台水公 就是为了这个原因 改变以后就是比地面水 地面水有的油点就是 跌度较低 所以对水质的有改善的部分 主要是由地下水改到地面水之后 也是有的油点就是 我们使用地面水 地面水较減用的 地面水专水比用的 对整个未来的供水 有一个优弊 有一个比用的作用 自来水公司基础 西港一定会造成不变 整个工程会在 185年6月前完成 到时中华馆用的自来水 一个是南岛交水淡来的 水汁也会比地下水更好 大中华新闻 中世良 中华 彩虹报道 中华新闻